一个斗彩的罐 高度有33.5公分 这是18世纪的 斗彩粉彩 这是粉彩 这是粉彩 斗彩粉彩 这是葵凤文 一对葵凤 两只凤 这形成一种 好像开光一样 紧地开光 转草纹 斗彩粉彩 这是粉彩 斗彩粉彩 很大的一个 口径是18公分 肩膀是 海水江崖纹 一串 就是如意云头纹 这个中间就是这个 转草了 开光 或者是 一对葵 葵凤 最后底下这个是 连半纹 是习义连半纹 很漂亮的 很漂亮的 斗彩 底镜是 横峰堂 薄骨质 底镜是 19公分 你看这个绿 多漂亮的 绿 拥钱 都是这个绿 很漂亮的绿 这斗彩 这是文彩 所以叫做是斗彩 文彩就是这个情形 黄明黄 口径还是粉白柚 粉白柚 来的 没有半点虚假 糯米苔呀 这个是很漂亮的 豆彩 黄 明黄 口径还是粉白柚 看到没有 粉白柚来的 哎呀叫姜白柚 同时是白柚 哎呀 粉白柚好 姜白柚好 这个是白柚 那青花 多漂亮的青花 这个图案 已经开始走向 那个乾隆时代的 开始 迈向乾隆 图案画 这绑 这个其实这就绑成画的 这个 这种图案 就中间这个 很重的一个一个罐 太重 我看看这腹部有 有多宽啊 这个腹部有33.6公分 这个腹部 一重 两重 三重 四重 四重的图案 组成的这么一个大罐 你看多漂亮这个绿色 明黄 清花的 淡雅的发色 这仿 仿神话的作品 都会看到 这个 人 无限 这样 是 这 说 我